大家好,我在這裡介紹我自己,我的名字叫Thomas 我是newskin公司的總裁級品牌大使 我很開心今天有機會和大家做這個畢業典禮 講一講我自己的背景,其實我做幼兒教育做了23年 其實我做過很多畢業典禮 但是今次第一次有機會做TR90畢業典禮 所以非常榮幸和光榮在這裡和大家分享一些關於我和TR90的關係 在這裡看到一直以來我都是做教育的 做教育一件事很開心的就是可以透過TR90 令爸爸媽媽身體健康、收入健康 因為沒有這兩件事的話,小朋友就算教得多好也好 其實回家見不到一個健康的爸爸媽媽是很可憐的 還有一件事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現在有很多小朋友,爸爸媽媽帶他們回幼稚園的時候 其實爸爸媽媽已經五十多歲了 你知道在一些很繁忙的都市裏面 有很多人都是為了自己的事業,把小朋友的計劃壓到很後 所以我很開心自2014年 我看到有很多爸爸媽媽都因為TR90變得更健康和更年輕 他們就更加可以做更好的爸爸媽媽 我在我自己的團隊裡面有Beth 有牛哥牛嫂 有Alfred 有Cindy Wu 這些都是TR90的表表者 他們真的做得很好 所以因為他們做得這麼好 我們可以感動更多家長 去用TR90 令自己更健康 你要知道 健康就是家庭的財富 好 我今天很恭喜大家 就是完成了TR90裡面的頭七個星期 其實遇見更好的自己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今天在我的身份證上面是寫著我是55歲的 但是我站在那個脂肪榜那裡 脂肪榜就告訴我 原來我是只有45歲的 大家信不信我明年會只有40歲 或者後年我是35歲呢? 這個就叫做遇見更好的自己 因為其實以前傳統來說 就是55歲之後就56 56之後就57 57之後就58 但是因為有了TR90 原來明年的你 是可以年輕過今年的你 所以你說工具不一樣 人生就可以不一樣了 所以其實我在這裡是衷心恭喜 今天完成了七個星期的同學仔 好了,首先第一件事 我可以很有信心地告訴大家 因為我以前是做律師的 律師是信什麼的呢?信證據和數據的 而且你要知道就是TR90 在美國醫生都用得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可以很放心 其實美國的醫生不一定比香港的醫生的 不一定比中國的醫生的 但是事實是什麼呢? 就是美國的醫生 如果他做錯任何事情 或者給錯任何東西給病人吃的話 其實他們被人告的機會 可以是很大很大很大的 因為在美國告人是不用錢的 贏了官司之後就和律師對訓的 所以 無論一個產品有多好也好 如果不是在這個醫生桌上參考手冊裡面的產品 醫生再好他都不敢開給你的 而上得到這本手冊的產品 一定要是有功效 以及過一些認證才能上到的 藥上到就經常都看到的 但是保健品都上到 這個就非常之厲害了 所以其實TR90是安全到怎樣呢? 安全到很怕死的美國醫生 都夠膽給病人吃 你說是不是很安全呢? 所以你放心 TR90應該絕對適合你的 OK? 如果你有任何疑問的話 其實可以拿著那個叫做 原材料清單 去請教你的個人醫生 當然如果你知道自己大了肚子 就不要用TR90了 但是如果你想整理自己才大肚子 這個TR90又很適合你 其實我在2014年開始 就看到中港台的朋友 做TR90為什麼這麼成功? 我又看到有很多看到他們為什麼這麼失敗 其實成功和失敗是有一個什麼原因呢? 其實就是自己的決心 和團隊的支持 所以今天我很慶幸 可以告訴大家 大家已經是七個星期 在我們這個小組裡面做TR90了 餘下下來的40天呢 我相信你們自己 大個兒子大個女兒了 懂得照顧自己了 知道沒有? 只要你跟著班長教你的方法 然後每天吃東西之前 停一停想一想的話呢 未來的40天之後 你會愛上自己 不喜歡照鏡的都會照鏡 不喜歡買衣服的會開始買衣服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脂肪的問題 脂肪怎麼來的呢? 其實脂肪就是燒不完的就是脂肪 即是你吃了東西 你吃了卡路里 燒不完就是脂肪 以及在基因層面裡面 我們超過了30多歲40歲 我們出脂肪是比出肌肉容易 所以TR90就幫我們反轉這件事 讓我們40、50歲的人 都有20多歲30歲的出肌肉減脂肪的體質 OK? 我們知道高脂肪會令你有血脂、睡眠窒息、高血糖、高血壓 心理壓力會變大了 膽石、驚奇不順、癌症、關節炎、氣喘 這些全部都是高體脂的後遺症 所以我們現在不是用一個營養手段去處理這件事 我們是用一個基因手段去處理這件事 不是改基因 只是去提升出肌肉的基因 按下出肌肉的基因 OK? 其實我不知道大家喜歡開車 你知道男士也喜歡開車 大家現在看到就是一架E-Class Benz最新的E-Class 你知不知道你去買的時候 那個銷售員就會問你 先生你要200、350、400還是AMG 你說有什麼分別? 樣子都是一樣的 其實分別就是引擎 因為AMG可能同一架車是5L的引擎 OK? 你買最便宜的那一架是2L的引擎 大家的車一樣那麼重 但是你想想如果你的引擎是5L的話 你的車是不是走得快很多? 你燃電油是不是燃得快很多? 記住就是這架車就不要那麼食油了 不要燃那麼多電油 但是我們的身體如果燃得多些卡路里的話 你就吃也不肥 所以其實TR90就很希望是什麼呢? 將我們換了的引擎 不是換了我們 我們千萬不要換了 而是將我們內部燃燎引擎變大了的時候 你跑步路又快點 走樓梯又快點 還有你會燒脂肪燒得快點 所以你想想吃也不肥是否很幸福 所以一件事就是 在Newskin做TR90或者在宏輝做TR90 會不會反彈呢? 我兩個字No Way 或者五個英文字No Way 為什麼會No Way呢? 因為我們做的方法是很人性化的 我明晚就請朋友吃飯 我們又要吃海鮮了 但是吃海鮮是不是可以呢? 只要我不要炸就可以了 蒸海鮮、削海鮮是沒有問題的 因為我們現在不是用口來吃東西 我們用腦來吃東西的 香港是一個美食天堂 你不讓我吃東西就No Way 你叫我夜夜吃肥豬肉 減肥 其實吃得一時吃不到一輩子 是不是? 所以其實不反彈才怪 你叫我夜吃代餐 吃得一時不吃一輩子 不反彈才怪 但是Newskin我們做TR90 在宏輝做TR90 你會發覺就是什麼都吃到 無論你是快餐店、自助餐、自家製、火鍋、日本料理 什麼都行 不過記住 就是次序和內容的問題 OK? 講一個例子很簡單 就是打火鍋可以嗎? 可以 湯乾乾淨淨的時候 你先煮菜吃了 然後吃海鮮 然後吃肉 然後吃不吃飯 吃不吃麵 你自己決定 盡量不要吃 因為不需要飽了 OK? 你會發覺就是 用這種方法去吃呢? 湯不會肥腾腾的時候 你放些菜下去 你吃菜的時候 吃得很健康 然後湯乾乾淨淨的時候 你首先放些海鮮下去 那又不會油膩 然後煮完海鮮 海鮮清湯用來煮肥牛 是不是很棒呢? 所以其實用腦來吃東西 加上TR90 你是不會反彈的 OK? 其實這麼多年來 我有一些真的很標榜的partner 很好的例子 例如說我有個朋友叫Sindy Wu 當年2011年的時候 我認識他 他那時候生完小朋友 臉腫得像 咸尖餅一樣 那時候他說 他說很擔心一件事 就是自己的顏值沒有了 多了幾個小朋友 其實他說他真的好像 難聽說 他說 我的人生好像等死 後來 我們教他怎樣去做TR90 他就由這個咸尖餅 變了左下角的馬可思夫人 然後再過了一段時間的時候 他就在健康那裏 做應該要做的事 你看看一條腰出來 你知道他這條腰 是生完三個小朋友之後的腰 你說是不是很棒 Cindy 以前 是做無特兒的 但是後來當然失去了這個資格 但是現在又回復當年用 是不是很好呢 另外一個 超級媽媽的Carol Carol在2018年的時候 你看看是什麼樣子 比較灰霧 但是到2019年做完TR90的時候 臉都沾了 最近他出來的照片都這樣 是不是很厲害 簡直是 不太可憐 你想知道的秘密就看看他那張桌上的藍色的一粒粒東西 記住就是我們做TR90 在Newskin做TR90 不只是減肥 還有一件事我們會提升你的臉 其實那個是什麼來的 一粒粒的就是毛痛的Botox OK 不用動刀動槍 沒有血的Botox 是不是很好 這個我們今天就說TR90畢業就不說護膚主 但是你想知道的話一定要問問你的介紹人 這個 比較神秘 OK 他其實是香港一個非常出名的運動員 但是 他因為沒有做運動之後 肚腩就真的開始出來了 但是後來做完TR90之後 你看看 樣子是不是立刻戴上太陽眼鏡 帥氣了很多 這位呢 我都要講講的 這位呢 大家可以上網查一查 他的名字叫做陳志康 OK 是我們香港足球界的一個非常出名的人物 今時今日是足總董事 他很開心的一件事 他說 在這麼多年的體院生活裡面 他都要接觸這個保健品 但是他最喜歡一件事就是 Newskin的保健品是能夠進入奧運會的 所以他才夠膽介紹給兄弟 現在呢 厲害了 我相信過了幾個月之後 他跟那些兄弟一起上GQ也可以 OK 好了 所以一件事就是 我想問一下大家 今天 過了 這個叫做七個星期 你滿不滿意自己的體重呢 滿不滿意自己的體型呢 記住我們今天不是畢業典禮 我們是中期畢業典禮 就是說你學了你要做的事情 現在放手給你自己做 我們很期待就是去到九十天的時候 你回來展示給我們看 我終於滿意我的體重 我終於滿意我的體型 OK 所以在這裡恭喜大家 其實說真的 沒有人想養壞的 OK 五十歲 六十歲 七十歲 我也是想英俊 OK 你看看七十歲的伯伯是不是很厲害 然後 周維敏 簡直就是仙女 趙雅芝 其實你知不知以前四十歲的女人的樣子好像是婆婆 三、四十年之後 四十歲的女人就像你媽媽 但是現在四十歲的女人有資格是像你妹妹的 OK 其實一件事就是人好像一輛車一樣 你真的做些保養打下納的話 其實五、六十年都可以好像新車一樣 所以人為什麼不去保養自己呢 我覺得是最傻的一件事 好了 所以說到這裡 那怎麼辦呢 畢業了 有什麼可以做呢 我們要了解一件事情 今時今日的香港 其實你要知道就是超過三百萬人 體型過重 OK 尤其現在什麼 那些叫做限聚令 在家裡煮飯 我今早早才吃完一塊大牛扒 待會說完的時候 我又去買菜又回家吃東西 所以其實現在超重的人 在香港大約有三百萬 台灣一千萬 大陸有兩三億左右 這些是什麼來的呢 這些就是等你幫他的人 OK 其實全世界有二十一億人是超重的 當然這個世界有很多人是沒有東西吃 OK 他們營養不良 但是超重的人有二十一億 我不知道你看到什麼呢 李嘉誠是一個很厲害投資的人 他其實基本上是二十幾年前已經投資了百佛之五十的同仁堂 他在做什麼呢 他知道抗病抗老是一個很大的事業 我希望大家像那個BB 你看到那個BB在做什麼 他知道自己一百四十二歲的命 今時今日的人一定過一百歲 而有適當的科技的話 我們有機會是超過一百二十歲的 所以他就嚇到眼都大了 我想問一下大家 你知不知道你現在做完TR90 你已經將你的壽命 起碼延長了二十年 為什麼呢 你脂肪肝沒有了 你的超重沒有了 你的肌肉多了 新陳代謝好了 其實你已經令自己 年輕了 或者條命長了 條命長了 一件事要怎樣呢 其實我記得一件事就是 最好是幫到自己 幫到人 OK 其實你知不知道有一件事是很可憐的呢 就是收入越低的人 肥胖率是越高的 首先這個 我不知道大家留意一下 我經常留意 譬如你去高級餐廳 你看到那些CEO 其實是全身肌肉的 為什麼他們會有錢去健身 他們很注意自己的飲食 但是如果你去麥當勞的時候 你會發現有很多人 都是很肥的 你知道在美國他們說原來喝可樂 是比喝水便宜的 所以吃快餐 是便宜過吃正餐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有很多人是怎樣 就是收入越高 肥胖越低 收入越低就肥胖越高 所以其實收入高這一班 其實你知不知道很容易 可以讓我們 是用來 創立一個商機 收入低的那班 他們也需要一個事業 令到他們健康一些 或者提高他們的收入 所以我在這裡提一提大家 就是畢業之後 我可以告訴大家 大家就多了一個禮物 多了一個什麼禮物呢 就是多了一個 做瘦身產業的一個機會 OK 因為其實你知不知道今時今日 香港 很多行業都很難做 但是又掘起了很多新的行業 譬如說送外賣 網上學習 這些都是新的行業 其實有一個行業 都不是新的 就是瘦身 OK 瘦身其實有些人就做健身 有些人就節食 有些人又說不知什麼代餐 你們已經經過了七個星期的TR90 你們看到有一個好的商機呢 在我們自己的團隊裡面 我們有這麼好的售後服務 OK 老師這麼有經驗 其實只要你把你的成功故事 好好地跟朋友分享 你不懂得解釋的話 老師幫你解釋 你現在自己就多了一個瘦身的事業 這個就是畢業典禮給你的一個禮物 OK 還有一件事你要知道 你的合作夥伴是非常堅實的 Newskin這間公司 已經是36年歷史 是5A1評級 非常之誠信 55個市場 即是無論你的伴侶在加拿大 還是在溫哥華 還是在多倫多 在西德尼 在英國 在日本 台灣 哪裏都好 只要有Newskin市場的地方 你都做到這個生意 是不是很好呢 所以其實這個禮物 真的不要錯過 在這30年裡面 其實Newskin不停 不停 有些創新的產品出來 所以這些產品都會 令到我們病得少些 老得慢些 是不是很好呢 其實誰想老誰想病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事業 OK 我們的科技是革命性的科技 剛才也說過 H-Log不是一個品牌 H-Log是一個科技 就像Nano technology Nano technology是一個科技 H-Log也是一個科技 5G也是一個科技 OK 我們現在是H-Log的代理 Livegen Technologies 其實研究了人類基因30年 然後現在將它的研究成果 放到很多產品 TR90就是其中一個 在2009年開始 到現在 大約10年裡面 10隻產品 大約已經賣了超過85億美元的營業額 所以這是一個很厲害的數字 其實你知不知道 Newskin 是唯一一間 內外兼收的公司 例如我們 這次我們和你們做TR90 是做內裏的 但是我們也曾經有老師教過大家用SPA機 如何去做月位 如何做經絡 如何做臉 所以Newskin是唯一一間公司 是有內外兼收的方案 OK 那些什麼Lamere 什麼SK-2 他有東西給你查 但是沒有東西給你吃 他有東西給你吃 你也未必一定可以相信他 因為他不是 食療的專家 OK Newskin其實從1996年開始 已經做Farmanex 自從1984年開始 已經做Skin Care 所以你可以很放心 Newskin的產品 是會令你 從裡面美麗 回到外面 OK 所以我們現在的科技是在做什麼呢 我們不是在做營養學 我們是用營養學 再加基因科技的層面 令我們腦得慢一點 出肌肉出多一點 脂肪出少一點 所以就會令到大家有一個副作用叫做自戀 我們做的事不是塗塗抹抹 不是在你的臉上達什麼東西 不是遮醜 而是我們去直擊老化的根源 老化的根源就是那顆細胞 其實一個人可不可以回春呢 其實是可以的 只要他死了那顆細胞 應該這樣說 他生出來的細胞 是比他死的細胞更漂亮 有沒有機會你生一顆細胞出來 比你死的細胞更漂亮呢 當然有 第一如果你吃煙 你戒煙的話已經漂亮了 你平時不喝水的 開始喝多點水又會漂亮了 但是除了這件事之外 如果有一些基因科技 篩選的原材料去幫你的話 你其實你生出來的細胞 會永遠比死了一個粒 所以你起碼一件事就可以動靈 或者逆靈了 聽不聽得明白我說什麼呢 在TR90裏面 我們的科學家 找了三組基因 一組基因就是控制你的脂肪代謝 一組基因就是控制你的增肌索型 一組基因就是調控食慾 這三組基因加起來 在TR90裏面 就令到我們 開心吃東西 但是得到一個非常好的效果 其實 這次的產品已經 你放心 你不是白老鼠的 由2014年開始 在55個國家 都有人用TR90用得很成功 亦都有人用得很失敗 為什麼有些人用得很失敗呢 因為他不跟 他吃了一會就不吃 然後又說他不喜歡做這個 又不喜歡做那樣 很簡單一件事 你一定要喜歡做的 我今早起床 吃了一塊一公斤的牛扒 跟我兒子兩個人分 有些人就說 你早上起床吃牛扒那麼奢侈嗎 那麼早上吃牛扒和晚餐吃牛扒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不會說早上吃就奢侈 晚上吃就不奢侈 不過我早上吃 我有全日去燃燒這塊牛扒 我晚上吃 吃完就睡覺了 你猜哪塊牛扒會令我肥呢 早上那塊還是晚上那塊 所以有一點 生活習慣的改變是一定的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只要你跟蹤我們的老師說 或者我們的班長說的話 你一定會獲得一個好的效果 這個生意很好的 為什麼呢 其實我們是全世界55個國家都可以做Franchise OK 當我去幫一個朋友成功的時候 我可以獲得6代5%的延續式收入 即我們所說的非在職收入 OK 其實 我們做的就是我們一個 去教五個朋友去認識這個產品 其實五個有教五個認識這個產品 其實六代 就有超過2萬人 透過你認識這個產品 你就可以獲得延續性的收入 所以其實做New Skin不是做Retail那麼簡單 其實我們是做Global Franchising 6代5% OK 就算不要說2萬人那麼多 如果你有155人跟你一起合作 每個人可以做到3萬元營業額的話 你一個月的非在職收入 都有23萬多 這個就是New Skin有吸引力的地方 New Skin其實可以全世界做的 無論你在香港 加拿大 英國 日本 意大利 台灣 巴西 澳洲 OK 你想得出的國家 New Skin都想了 其實我們香港人是世界人 去到哪裡都做到 但是去到哪裡 可能去完3年之後你都覺得 始終都是香港好 回來的話又不用連根拔起 又可以繼續做 所以其實New Skin是非常適合 現在在5G世界裏面 我們發展的一個事業 其實發展這個事業 是不是那麼簡單呢 其實不是那麼簡單 我們現在看到的 要做一個事業做得成功 其實真的是 Tip of the iceberg 就是我們看到的就是 我們要懂得銷售 我們要懂得儀容管理 懂得市場分析 怎樣去 做售後服務 可能有些 技巧 你不懂就不要緊 最重要就是你的上部門 老師懂就行了 因為我們不是一個人 單打獨鬥 我們是團隊運作的 所以你可以很放心 就是 弘輝團隊已經做New Skin 做了超過20年 OK 然後裏面的老師如果加起來的話 有超過200年的經驗 例如我自己是做教育的 做法律的 然後有些做環保的 有些做人力資源的 有些做社工的 有些做中醫的 西醫的 傳媒的 真的很多說不完 OK 我們現在運動界又有牛哥 然後有Kid和Anson 就是港隊羽毛球教練 真的有很多很聰明的人一起走在一起 但是我們不需要別人認識的東西 我們什麼都認識 OK 其實說真的 認識人比認識字 但是這群人是怎樣呢 這群人習慣了互相支持 互相照顧 這個就很不得了了 所以一個完整的成功系統 又有領導力開發 市場開發 產品應用 教練培訓 性格優勢的整合 財商的企業思維 這個就是弘輝 所以其實10年前我來弘輝的時候 老師問我 他說Thomas你投資10萬元去做這個生意 你覺得值不值 我問老師 老師你做了20多年 你是否真心教我 如果是的話 其實不要說10萬元買產品 我給你幾十萬我覺得也值 而這句話我到今時今日10年後 我也有這種感覺 我覺得在弘輝裡面最寶貴的是 大家願意無償付出 OK 只要你給我好 我就好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利他文化 其實有利他文化去做主軸的一個企業 一定會很開心 一定會很成功 所以我們說 其實在弘輝裡面 我們是在傳承超過100年的經驗 誰止100年 兩個姜老師加少老師都已經40年 加上高老師60年 加上我70年 加上Hermann80年 然後加上Renee Gemina 然後110年 然後加上Savio和Renee老師 有150年 誰止100年 其實在弘輝的團隊裡面 起碼200年 和人堂都是差不多 還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在弘輝團隊裡面 我們經常都說成功不是在乎於你賺了多少錢 是在你賺錢的過程裡面 你觸動到自己 或者觸動到別人 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 遇見更好的自己不是說一下 我希望最後送給大家一個概念 這個概念叫做永恆的快樂 日本話叫做ikigai 什麼叫永恆的快樂呢 他說人在人生裡面一定要找到一件事 這件事裡面一定要包含了這四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就是這件事你是喜歡做的 第二這件事是你懂得做的 第三這件事是賺到錢的 第四這件事是對社會有價值的 只要你這四件事都可以在一件事裡面找到的話 你就會找到永恆的快樂 我個人來說我是做教育的 OK 我做教育 我太太負責教育小朋友 我負責教育大朋友 身體健康 思想健康 收入健康 在newskin裡面 我懂得怎樣做 我喜歡做 我賺到錢 我對社會有貢獻 所以其實 我深信一件事就是每天我們都可以一起 遇見更好的自己 在這裡就很感謝大家 今天的畢業典禮 我的發言就在這裡結束了 我很希望 40天之後我會看到你們的又盈又索 太厲害了 OK,再見